我的名字叫李佩青 我从事景泰兰行业 景泰兰是一种古代的金属工艺品 这种工艺自己传入中国后 便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形成了更为独特的艺术风格 它的制作方式分为设计 制摊 掐丝 点蓝 磨光 这景泰兰的这个胎型我们叫制摊工艺 就用这个铜板按照这个图纸 一块一块地给它分解 分解成一片一片地然后把它组装在一起 李叔叔您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宽度不太够 是不是再加一刀线您看看好吧 然后呢在每一个铜丝上面呢 要把这个铜丝和这个铜板连接的部位搭上焊药 掐丝呢是完全的是用铜丝 把它用铜丝做成那个花儿 做成鸟 做成兽 然后粘在这个胎体上 然后在火里焊接 焊接一遍打上焊药 然后呢拿出来以后看看有没有浮动呢 再打一遍焊药 然后再到火里去焊接 这样呢它就达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程度 这点蓝呢是由过去呢 明朝的时候只有七种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 到了清朝以后呢 它就是因为这个清朝就随着 随着那个就是英国大革命的这种 大工业的这种发展呢 传到了中国 又随着这个开放以后呢 英国就是说当时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他们也带进了一些技术上的改进 给我们在工业上 这个景泰兰呢 它在制作上呢 当时也发展了 在清朝的时候也发展了 就是由过去的明朝的这几种单一的色彩呢 就发展到了呢 就是几十种颜色 但是在解放以后呢 因为解放以后呢 随着那个国家对这个工艺美术发展的支持 这工就是有幸地得到了 在那个技艺上 什么技艺创新 技术创新 色彩创新 这样呢 就颜色呢 就由几十种变成了几百种 整个景泰兰的制作工艺当中 达到最高潮的点 就是点蓝上颜色 这油料其实就是石头粉 沙子 用水呢 把这沙子呢 冲到这个掐好丝的凹槽里头 把它一遍一遍地填满 这个也真的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学习过程 从设计到完成 这一件作品需要进到火里面烧汗十几次 每次的烧汗在颜色上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就让我特别着迷 别小看它这个磨光 这磨光在景泰兰的整个工艺过程中 它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磨坏了前面这几道工具全部前功尽弃 用石头木炭 用磨几下就得出 这样磨出这只活呢 它是漂亮是干净的 你看六百年的历史传承 它是一种文化 我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它都没有被灭绝 我说现在社会咱们这个国家 这经济慢慢地在复苏 我不相信它就不成 而且现在我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人们对这个就是物质条件 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改革开放了 人都慢慢慢慢有一点钱了 我想人们追求这种精神上的 这个物质享受 还是慢慢会有的 虽然我们刚刚起步 有时候 一次与过往时光的不期而遇 也可能让人们亏捷